3月28日,备受瞩目的小米汽车上市发布会终于拉开神秘面纱 当日下午6点,记者就来到了位于北京驿庄的发布会现场 距离发布会正式开始前半小时 现场数千个座位已坐无虚席,氛围非常热烈 在万众瞩目之下,小米汽车首款产品SU7的市场定价终于出炉 新车共分为三个版本,其中SU7标准版 具备700公里长续航和制驾功能,定价21.59万元 SU7 Pro版本,标配830公里超长续航 激光雷达以及小米制驾MAX程式NOA,定价24.59万元 SU7MAX版本,更加强调性能 对标保时捷TICAN,定价29.99万元 上述三款车型,即日起开启预定 小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雷军表示 从与保时捷TICAN对比开始,我们就赢了 尽管现在还有差距,但比个五年十年 总有一天能超越 从现在来看,小米的智能化生态对比保时捷 是遥遥领先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雷总的声望 确实费一般人,全程两个小时的发布会 雷总基本上算是一个人讲完全程 佩服互联网的大佬,不见汽车 只靠PPT就能吹两个小时,而且让人听完以后直接下订单 单就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就再也不敢称雷军为君儿了 雷总在发布会上说,小米的目标是把SU7做成 50万以内最好看,最好开合最智能的轿车 那咱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再详细地盘一次 SU7 先说颜值,三个版本,SU7在外观上的区别几乎没有 除了轮毂和电动尾翼以外 看着都和那个斯图加特车型几乎一致 几个比较重要的细节 一是,SU7的风阻系数只有 0.195CD是量产车型中最低之一 二是,这个一体式的头灯里头其实暗藏了小米两个字 不知道大火能不能找出来 车漆颜色上,除了此前公布的橄榄绿 海湾蓝和雅辉以外,还增加了六个新的颜色 包括之前在五大和樱花合照的霞光子 不过,这六个新的车漆颜色都是要加钱选的,价格7K 内饰的布局,SU7用的适合问界,质界 未来类似的,比较常规的单中控大屏加小仪表设计 和运动化拉满的外观比起来,整体风格会更冷静一些 配色上提供了四种颜色可选,并且都不要钱 相比靠颜值吃饭的外观 SU7的车内最大的特征,我觉得就是好玩 有太多太多的细节是其他车从没做过的 并且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来的 比如,SU7中控台下面有一个支持磁吸配件的插槽 你可以往里头插香薰组件,对讲机底座,甚至是移动音响 比如,它在IP的两端各布置了一个四分之一标准螺纹接口 你可以往上头装手机支架,运动相机支架,甚至是相机支架 再比如,除了门上有收纳雨伞的插槽以外 SU7的后排座位下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雨伞卡槽 再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雨伞没地方放了 类似的设计还有很多,比如会翻转的仪表 能防止一拉罐滚来滚去的冰箱等等等等 不花时间琢磨日常用车的各种刁钻场景 是真想不出这些设计 而SU7最逆天的地方,就是它在内饰硬件上都有拓展性你受得了吗 比如,巨大的中控屏支持四周的磁吸拓展 如果你是物理按键档,你就可以在屏幕下头加上一排物理按键 如果你是RGB档,就可以在两边的加上一条时音灯带,光污染拉满 甚至在后排座椅上,SU7还设计了平板外挂的接口 插上小米的平板就能变成车机的拓展屏幕 再甚至,这个接口还支持插iPad 所以,看完这个内饰和外观 大伙觉得,SU7会是50万内最好看的轿车吗? 好看说完,咱们再来说好开 其实在好几天以前,我们已经在北京参加了SU7的媒体试驾 体验长话短说就是,好开确实是好开 而且底盘的质感相当不错 紧致且不散,座椅的感觉也不是跑车那样的邦邦硬 连开两小时,我的老腰也没啥压力 不过插播一个很搞笑的是 发博会以前我预估SU7的价格会在24至32万左右 所以我按这个标准,写了一堆我觉得它操控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 毕竟,C级车的定位让SU7兼顾了很多家用属性 体现出来就是方向盘的手力反馈偏软 需要精准走线的时候会稍显模糊 相比之下,现款的Model 3 Performance对我来说 会是一台更好开的车 直到价格出来的那一瞬间,卧槽全删了 不得不说,雷总在底盘用料上还是很愿意下功夫的 甭管是高配还是低配,都用上了前拳铝双插币 加下插币双球阶架武,目前最顶的形式和材料 后五连杆,大概率不是全铝 但也算成本和调教难度都很高的那类 高配的,MAX车型上,空悬,CDC盒 Brambo的定制卡前也都安排上了 用料键盘直拉满 OK,最后一个部分,智能化 到这基本就没啥正义了 因为小米SU7在我看来,绝对是50万内的智能化扛靶子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同时支持了小米和苹果手机的车手互联 这一点在50万以内,甚至是所有新势力里头都是独一档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小米还是苹果用户 还是只想用车机,SU7都能满足 在我看来,智能就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适应不同的用户 甭管真正用上的人有多少,有就是比没有好 这台车的智能化,大概可以分成软硬件两个方面 而且毫不意外,SU7两边做的都是绝绝子 软件层面,别人已经上车的功能,SU7无一例外全做到了 比如手机的流转和投屏 如果你用的是小米手机,就可以无缝无损地 把手机页面投射在车机大屏上 上车自动连接手机,流转的界面的布局可以随便调整 导航,音乐和视频播放的进度也可以随时和车机同步 功能层面,说不上有啥特别惊艳的地方 但是这个界面和按键的设计几乎完全继承了手机和平板的风格 真的太太太太好看了 而在别家没有,或者是坐得还不够好的地方 小米则是碾压性的领先 就比如他们一直在说的人车家全生态 如果你的家里有任何米家生态的智能电器 只要在车里呼叫小爱同学,就能随时远程操控 而你还可以自定义很多车家互联的功能 比如说车子开进小区以后,就自动打开房间的空调和电脑等等 只要你的智能家居够多,就能玩出无数种的花样 而且我坚信,凭着米家智能家居的高性价比和超级丰富的种类 很多原本没有体验过智能家居的SU7车主 也会忍不住像脖子哥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添置米家产品 最后变成中毒依赖用户 嗯,雷总的一步大旗是不是被我发现了 以上就是发布会和SU7这台车的几乎所有内容了 那么回到最开始讨论价格的部分 为啥我会说21.59万起售的SU7便宜的有些离谱呢 长话短说就是,它做到了几乎所有新势力都没做到的事 论产品的定位本身,SU7的车长接近5米 轴距也是正正好的3米 是国内市场中非常标准的C级,也就是中大型的轿车 在米车发布以前,很多人都在说,雷总收手吧 外面全都是吉利,就是在拿小米SU7和极客的中型车007和中大型车001做对比 极客007的售价20.9万起步,新款001的售价26.7万起 SU7的定价已经无限接近比它小了一圈的极客007 啥概念呢?咱就看这两年价格战的元凶 比亚迪自家续航600公里左右的汉EV荣耀版,价格是19.98万元 虽说价格相比SU7的低配便宜了1万多 但只要对比数据表就能发现,汉EV几乎在所有配置上都会比米车差上一小节 类似的剧情也发生在了吉利的银河一巴上 可以说在性价比这个层面上,小米SU7和汉EV银河一巴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这就很恐怖了,毕竟把车价做低比卖高价要难得多 比亚迪和吉利都是目前国内的头部集团 车价便宜的背后是这些集团对成本的极致把控 以及在规模效应下对利润率最大幅度的压缩 小米呢,3月28日晚10点开卖后 小米汽车在社交平台上称 小米SU7开售后4分钟大定突破了1万台 开售后7分钟大定突破了2万台 开售后27分钟大定突破了5万台 据新浪科技报道 雷军表示,小米汽车发布会后 一分钟就有10万人加入新远单 用户的热情是很高的 小米汽车APP显示 5000辆小米SU7创始版也已经售庆 创始版的定金为每辆2万元,且不可退 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当晚仅创始版的定金就已收到1亿元 还有网友反映 尽管准点蹲守 但服务器被挤爆直接秒煤 资本市场给予了小米集团较好的反馈 3月28日晚间,小米集团ADR一度涨超10%,现报10.43美元每股 另一方面,特斯拉股价下跌1.91% 截至3月28日晚11时46分,报176.394美元每股 雷军表示,纯电汽车行业,除了特斯拉之外 我也不知道哪家还在赚钱 小米汽车SU7的定价,既要让消费者觉得我们有诚意 同时,其中的亏损也要我们能够扛得起 22.9万是我们原来的定价 顶配版原来的定价是35万 但后来车企降价把我们搞懵了 所以我们决定诚意做到底 标准版定价就比Model 3D3万 Max版就定在了29.9万元 对于价格战,他表示当前行业竞争很激烈 小米对竞争的残酷性有认知 价格战只是一种手法,应该打产品战 技术战,生态战 智能和生态是我们最强大的优势 小米SU750万以内先有对手 我对这辆车很满意 雷军说 雷军在发布会现场还表示 小米汽车希望用15年至20年的努力 成为全球前五的汽车厂商 小米汽车能否杀出重围 我们无法妄下结论 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了小米汽车的核心竞争力 人车家生态 以及对智能化的钻研 中文字节目